第一步补水喷雾 用按压的方式直至吸收 第二步用一个清爽的乳液打圈按摩吸收 很多卡粉搓泥的原因就是我们妆前没有精紧护肤 第三步防晒 防晒选择这种流动性强的朝一个方向给它涂开 涂完防晒之后等个两三分钟 让防晒沉没之后我们再继续下一步 第四步隔离 隔离也是朝一个方向涂开 然后再用干的粉扑拍打均匀 隔离主要均匀肤色修饰暗沉 如果你没有肤色不均的情况下 隔离可以不用直接上粉底 拖完隔离整个皮肤好很多 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可以直接上定妆粉 第五步粉底挤出花生米大小的量 上脸的时候从中间往边上铺 越往外越薄 然后用一个打湿的美光蛋 用纸巾包裹做拧到不出水的状态就可以了 垂直拍打粉底千万不要又拖又蹭 鼻翼的地方用粉扑的尖尖给它戳戳戳戳 第六步定妆粉盒反过来拍打两下 粉扑对着搓一搓在手心揉均匀 然后按压上脸容易出油的地方可以多按压两下 七步选择一深一浅的大地色眼 用浅色给眼皮打底 用小刷子占取深色 加深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第八步加睫毛 睫毛夹铁片抵住睫毛根部 从根部慢慢往上加 九步刷睫毛 从根部Z字形往睫毛顶端去带 刷下睫毛低头眼睛往上看 才不容易刷到眼皮 第十步画眼线 新手建议用眼线胶笔 拉平眼皮从最后一根睫毛的地方拉出一条线 再从瞳孔外侧拉出一条线 加粗眼线 历史一步画眉毛 新手建议用眉粉 上的时候沿着你本身的眉形去填充颜色 这样会更自然 最后一步是口红 口红只要选择跟整体妆容比较搭配 涂抹均匀就好了 纠绒和腮红呢 新手不建议画 因为你画不好的话 整个妆容都会毁掉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淡妆化妆流程 省去不必要的环节 对于新手来说又简单又快速